那时在伯德的儿子们 由母亲带到耶稣面前 他跪下请求一件事 耶稣问他说 你要什么 他对他说 求你下令 使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内 一个坐在你右边 另一个坐在你左边 但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知道自己求的是什么 我将要喝的杯 你们能喝吗 他们说 我们能 他说 我的杯 你们固然要喝 但坐在我的右边和左边 不是我可以刺的 已是我父为谁预备了 就给谁 其余十个人听见了 便向这两兄弟发怒 耶稣叫他们过来 说 你们知道 外邦人的统治者 对他们专制独裁 大人物掌权管轻他们 你们中间绝不可以这样 你们中间 谁想做大人物 就必须做你们的仆人 你们中间 谁想当首领 就要做你们的奴隶 正如人子不是内受服事 而是来服事人 并交出他的生命来救赎众人 请不吝点赞众人